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年美元的走势的话 是呈现一个年初以来 是呈现一个开低走高的个情况 然后我们知道年初的话 受到疫情的影响 那整体上来讲的话 美国还在撒钱 因为疫情的话也大量的QE出来 所以今年年初的话 日元美金的一个美元指数的话 一度是在90以下 大概89块多 随着后面来讲的话 慢慢的从第二季肺的开始考虑 所以有可能在检讨 这个过大的一个QE的话 可能会使得通膨 无法收拾 QE要退场之后的话 也慢慢的带动美金的按钮 美债的一个指标 十年债大幅的一个上扬 我们知道说今年年初的话 它就占上1%了 那现在已经占到1.5以上 现在的话上一半一度还来到1.7 最近的话还在1.6左右的一个水准 所以显然来讲的话 那个十年债的一个指标率率的话 这半年多来的话 已经上扬超过50个VP了 所以大幅的上扬的话 当然也带动了美金的吸引力了 因为美金的话开始有利可图 所以开始 聪明的投资人的话 开始随着利率走高的话 随着涨船高了 所以大家嗅到这个利率的味道 就慢慢的进去美金布局了 所以美金的话 上礼拜的话 一度是占上到94以上 最近稍微回落 在93.8附近左右 但还是相对比较 今年初以来的话 是比较上涨的 大概上涨了有4到5个%左右 所以显然来讲的话 因为指标率的一个走高 吸引了国际的热钱流入美国 所以美元的话 在逐渐的一个走向当中 我们倒是建议可以分批 逢低承接 但我们台湾的投资人来讲的话 其实可以采取两个策略 一个叫折时 一个叫折价 为什么这样的一个概念 这跟你买基金的定时定额的概念 是有点像一样的 我们的出口商赚到了很多的外汇 美金的话 它每到月底 季底 年底都要结账 所以有结账的压力 它会把美金卖掉 换成台币 台币会相对比较偏强 所以这时候偏强的时候 你用比较值钱的台币 就可以换得相对比较低的美金 这叫折时 你就不用看价位了 那我们怎么样采取 采取折价的概念呢 每两脚换一下 比如说你现在 有看到27.8 你都换一点 那27.6的话 你多换一点 那目前27.5的话 好像比较是一个铁板区 看起来的话是 主管机关有想要去付这个价格 所以如果 到27.8以下的价位 你都可以逢低布局 那积极一点的话 每一脚都负金 那你保守一点的话 你每两脚才做布局 也可以 所以这个是折价的一个概念 未来可预见的未来的话 可以看到 美金的定存利率会远高于台币 所以在这时候 你就是适合投资美金的 为什么 你可以两头都赚 利息也赚得到 那会价上你也赚得到 所以因此来讲的话 这个双利是双赢的 所以因此来讲的话 你就可以采取折时 或折价的概念来讲话 分区来布局美金